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Zander 我邀请到了我的初中同桌 他现在在多伦多留学 大家好 你英文叫啥 我没有英文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多伦多大学 然后读语言学教育 对就是偏向于第二语言教育 今年12月份毕业 你在多伦多待了多长时间 我是去年8月份去的多伦多 然后今年4月份就跑读回来了 嗯嗯 你觉得多伦多大学怎么样 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多伦多大学还是一个环境相对比较舒服的学 就是校园环境吧 然后它是那种就是无边际校园 什么叫无边际校园 就是你不管你走在多伦多市去哪里 你都可以看见属于多伦多大学的教学楼和行政楼 这么大吗 对就是他没有一个确切的边际 就是说我们学校面积到底有多大 但是哪哪都有多伦多的 多伦多就是多伦多大 对对 你觉得你们学校上学压力大吗 我听说你学校有学下去的了 对 但是我们就我们专业还好 我们就是语言学文科专业相对于没有说可能商科工科计算机专业压力那么大 然后学业那么多 而且我们硕士阶段就没有考试 就是每一门课都是以期中论文期末论文 然后为作业来计算整个的学分 没有考试所以考试压力不会太大 但是论的压力很大 我知道你们学校不太好申请 那你申请的时候很顺利吗 就是多伦多我们熟知的三个比较好 大家都熟知的学校嘛 可能四五个左右 然后我当时是申请了阿尔伯塔女皇 然后还有UBC还有麦吉尔还有多伦多 我申请的是在申请女皇之前 然后多伦多就给我下了offer 所以我就后面的没有完善申请 但UBC多伦多和麦吉尔 然后我只录取了多伦多大学 所以我觉得即使说多伦多大学 它作为排名可能 就是大家觉得它比UBC和麦吉尔高 但是它的录取率和招生率 我觉得相对比较高的 而且就是我们总是觉得说 美国的硕士还有英国的硕士 很看重学历 但我觉得加拿大的硕士 就不是很看重你本科的学历 就是你本科的学校其实不太有关系 据我了解就是UBC还有麦吉尔就比较 倾向于看你记点录取你 比如你可能达到87分之上 它才可以录取你 其实你是很好的学校 如果你的记点不高 它硕士也不会录取 但多伦多就属于 我觉得它真的是属于一个比较 大批招生的这样一个情况 感觉去你们的学校都是学习很好 我去之前也觉得就是可能我接触的人 都是学霸类型的 那我真正读进去之后 我会发现就其实周围的一些 不管说是国际生还是本地生 大家都是相对于倾向就是 我们学校我觉得还是就是你如果语言观过了 然后你简历觉得很诚恳 然后你也有一定的社会实践 其实它还是倾向于比较喜欢录取你的 就只是说针对于我们教育学专业来讲是这样的 因为它比较看重你的教育经历 我周围的人学术氛围很浓 但大家都是很热爱这个专业的 就是你的诚恳度可能决定了你的录取率 你当时语言可多少分 就我们专业对单项要求很高 因为毕竟是语言教育 就它会要求你总分达到7分之上 雅思然后口语和写作都必须得在6.5以上 但是它相对来讲托福成绩要求就比较低 就是可能要求一个你总分92 然后单课达到22之上就可以录取 就是我觉得相对于雅思来讲托福是比较好考的 所以你当时是雅思没够 然后考了托福 雅思是写作一直是6分 然后旅家旅拜之后 在申请临截止之前去考了托福 然后托福就很容易过 英语学习的方面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说 还有一个问题 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来加拿大留学 我选择加拿大留学 机缘巧合 就是我之前在读本科的时候 然后我们学校有那种交换项目 然后当时我们学校是和渥太华 UBC都有交换项目 然后我们专业就是翻译专业 就只在渥太华有交换项目 然后我就申请了渥太华的交换项目 然后渥太华相对来讲其实虽然是首都 但就比较是一个小城市 然后大家生活节奏也很慢 街上人也比较少 可能相对于就是国内的环境比较清净 然后当时就是我比较喜欢这样一个清净的环境 我就想说如果读硕士有机会的话 就到这样的环境里去 但是多伦多相比渥太华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喧闹的地方 所以就是阴差阳错 你身边有没有认识 就是现在可能已经结了婚了 但是也想来加拿大读个学校 然后为了来移民 你身边这种人多吗 我身边其实没有就是因为有孩子 然后移民到这边来的 但我身边有很多就我们专业 因为是教育学专业 就有很多阿姨叔叔阿姨 然后还有奶奶 对 就我身边有很多国内的已经是大学当老师的 就他们孩子也在多伦多读书 然后他们就也想到这边来发展 然后又来这边读的教育学 我身边有很多这样 就我们专业其实尤其外国人更多一些 就他们比较倾向于说在教育行业工作了几年 然后想要去了解新的教育方法 然后才到我们学校来读书 就不像我们国内这种本科吧 还是直接过到硕士这样比较连接的阶段 你觉得多伦多这座城市怎么样 就治安呀 然后生活呀 变不变厉呀 我觉得多伦多还是相对于生活来讲 还是一个很便利的城市 因为你们那有大同华吗 没有 大同华不是加拿大最大的华人超市吗 之前在多伦多 downtown有一个 然后在那个万锦那边也有一个 然后只要你想买的 就是在华人超市里面都能买得到 什么包子啊酸菜啊什么的 就都可以买得到 只要需要的东西还是有的 而且华人街那边有很多中国城市 就是你买的东西物价什么的 也跟国内差不多 甚至说比国内还便宜 就是逛超市来讲 就生活上很方便 而且它其实除了一个华人超市之外 它还有很多韩国超市啊 然后各国家的超市 就相对饮食上是一个比较丰富多彩的一个城市 就是你想吃到世界哪个地方的菜 你都可以吃到 就虽然可能说口味一般 但你只要你想吃到哪的都可以吃到 所以就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一个城市 然后至于说治安来讲 我个人是有一点害怕的 有点害怕的 我们大部分人就 有过什么枪击案 对 而且还会有那种 你走在街上就会有流汗用酒瓶子砸你啊 然后去年我们 我们去年不是有那个颇份事件吗 就是直接去到各个学校的图书馆里面 然后去就是袭击华人 袭击华人 对 让人其实感觉有点紧张 然后有的时候走在街上也会莫名其妙被别人骂呀 这种 所以我觉得多伦多还是一个挺奇葩的城市 流浪汗也很多 让人很害怕 但其实也不太会遭到什么 就是概率还是很小的 其实我在哈法是没有碰到在街上被人骂这种情况 我街上会遇到就是那种说你两句什么的 有时候会觉得莫名其妙 就是现在很多家长都想把孩子送出国上学 你觉得出了国真的就能长见什么 还是国外的什么更发达 你觉得这样感觉 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人而异的 就我爸爸在我出国之前 真的就是一个那种外国月亮圆的人 就是他一定是认为国外的野食也比较健康 然后国外的各项福利措施也比较好 然后这样 但其实真正你出国之后 你会觉得祖国的发展真是 就是真的很便利 就是有很多东西是你体会不到的便利 比如交通啊对 而且我在多伦多个人感觉 我也没有觉得说环境整洁干净到哪里去 然后也是遍地脏物啊 也不能说遍地脏物吧 但街道至少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整洁 然后交通更不用提了 当趟主街上面样街的车道很窄的那种 每天堵的也很厉害 地铁更不用说了 作为一个真的是 跟国内地铁差远 就是作为一个加拿大相对于来说比较大的城市 只有两条地铁线 然后绕的乱七八糟的也没有什么规划 我觉得个人来讲吧 如果说发展来讲 我觉得其实国内发展还是很好的 我后来回国上网课就有很多客友 然后在中国是外国人 然后我们就会在课上聊天 然后他们说就是他们在中国生活 然后他们就会说他们刚来到中国 然后他们在深圳上海生活 他们就会觉得就是为中国的发展和建设感到惊奇 他们用的就是惊奇证词 所以我觉得出国就是最好的爱国教人 是的 可能有的人出了国之后就更爱国了 对我是出了国之后真的觉得国内太好了 但你如果说发展节奏的话 可能国外确实比较安逸 就很多没出国的人 就有一种误解 觉得可能出国的全是富二代 富二代扎堆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我个人也觉得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存在于 就是什么样的群体和什么样的群体接触吧 就是我觉得我接触来的群体 作为一个我们这个群体来讲 其实我认为还可能就是大家所谓的富二代 是那种从小就已经在国外生活的可能高中 初中就是出去的 但是我接触的就是我们读了硕士才出去的 其实还是相对于来比较来讲 家里很也不算工信阶层 但可能稍微条件比较好一点的 就是能支撑的是我们出国的 大家还是想要出国认真学习的 然后将来在某一个行业有发展的 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 也算是就是家里普遍的工信阶层 然后大家也是去认真学习啊 读书啊这种的 但是你说如果说富二代的话 我觉得也确实是有这样一个群体存在的 但应该不是像大家理解 就是大家理解成的那样 其实大家都在努力做自己的事情 我个人真的是这么觉得 我们多伦多也是这样的 你毕业之后 你打算留在加拿大还是回国 你有没有就是想留在加拿大生活工作的打算 就我个人之前就是没有疫情之前 还有就是刚去到加拿大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一定是会留在加拿大的 就是我也有移民的打算 然后在那边工作的打算 对 但是就是疫情这个事情还是改变了很多人 不是说因为就是觉得国内比较安全回国了 是因为回国之后 因为对未来其实是未知的 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回去 我因为我有很多同学都是这样的 他们现在都回到国内了 就作为即将毕业的我们 就必须得先在国内有一个打算 所以我们大部分是想先找一些实习啊 或者说先进行一些秋招啊来工作 我觉得国内外工作最大的区别 应该还在于你是否想在某一个行业就是拼命吧 因为我接触我很多现在国内在大厂工作的 大家其实都很辛苦 真的是那种996甚至说时间更长的那种 但我在多伦多可能相对来说工作环境比较舒适吧 说上班的时间上班的环境还有工作量其实都比较轻松 但这样轻松就会导致你异常安逸 然后我妈妈一个朋友就在多伦多生活了很久 他说就如果你想在多伦多好好生活 那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想说真的报复或者说在一个行业大展全找这种 其实难度还是很大 就是大家都觉得如果你想真的发展还是要回活 想有很安逸的生活 其实在加拿大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是 然后呢今天就感谢这位同学的分享 下期视频 尼亚斯考了7分 作为一个学习不太好的英语专业生 如何配考研斯多福